嗯 就是那个味 哈喽大家好 我是超子 天气太热 不想炒菜 家家户户离不开凉拌菜 但是简单的凉拌菜 很多朋友做不好吃 接下来超子给大家分享 做凉拌菜的三大核心技巧 接下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凉拌菜好吃的关键 离不开三碗料汁 分别是蒜泥汁 辣椒油 还有凉拌汁 蒜泥汁做法很简单 大蒜放到蒜臼里面 加入一点盐 倒成蒜泥 打好以后放入碗中 加入一点纯净水 搅拌均匀 蒜泥汁就做好了 能吃辣的放辣椒油 不能吃辣的放葱油和香油 今天按照我的方法 做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凉拌金针菇 金针菇去掉根部 在底部打上十字花刀 这样切出来就是一个个小朵 切好以后 加入清水清洗凉变 控水备用 配菜根据个人口味 准备半根黄瓜切成细丝 不吃葱花的同学 放点香菜切成长段 起锅 做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开锅以后 放入一小勺盐 放入洗净的金针菇 在锅中焯水 再次大火烧开锅以后 煮半分钟 捞出来 冲下凉水 用手攥干水分 放入大碗中 放入葱丝和香菜 放入两小勺蒜泥汁 现在都很忙 生活节奏很快 凉拌汁我们就不用着急忙慌的乱对了 倒入一些大厨调配好的凉拌汁 省食又好吃 其他调味料 什么也不用放了 放入辣椒油或者葱油 条件好的 再放入一点炸花生米 用我的左手抓拌均匀 这样做的凉拌菜 开胃又下饭 嗯 就是那个味儿 这样做的凉拌菜 简单又好吃 大家可以试一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点赞 再玩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